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生存战争野人岛第168期,上一期呢,我们做了棉衣,烤上面包,哎呀,那生活真是美滋滋啊 这一次呢,我们准备给青天柱汽车人做一个车库,因为有小伙伴提醒我了,说呆呆,你一定要小心啊,这个青天柱汽车人别苏醒过来了 其实车库啊,我都已经做好了,但是我想让这个车库啊,变得更自动化一点,所以呢,我们准备做一点粘性活塞 好的,五个粘性活塞,这应该已经够了,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穿线,鹅卵石 好的,做了三个,已经足够了,这外面有很多的狼 不过我觉得,它们应该不会打我吧 好的,我看它直接奔了过来,应该不是打我 就算是打我的话,也不一定能够打过我 因为我的雷神之锤,石刻,呆在了身上 好的,这边呢,我已经给挖好了洞 下面呢,只需要放上这个粘性活塞就可以了 OK,然后我们给它调制一下 每一个都要调制 拉五个方块,然后最大推四格 好的,打工告成了 然后把我的鹅卵石拿过来 在这里铺上去 OK,然后再把我的电线 连接一下 把我的穿线鹅卵石拿过来 穿线鹅卵石,需要放在这里 然后我还需要一根导线 OK,连接好了 我还需要一个拉杆的开关 然后我们先做一个小木棍吧 四个小木棍,足够了 三个铜钉 好的,做了四个 这太多了 没关系,多的我们可以存放起来 再拉一下 OK,然后我们的自动车库啊 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用这个石头 把这给封起来 好的,现在呢 我们驾驶青天柱汽车人 把它开到车库里面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驾驶了 然后呢,我们准备缓缓的 把这个汽车人开到车库里面 然后给大家来做一个炫酷的车技 360度大旋转 哎呀,我去,不行了啊 头有点晕 我们还是把这个青天柱啊 倒车入库 OK 非常的好 我们已经把这个青天柱汽车人 放到车库里面了 然后把这个拉杆 拉一下 好的 这样就非常的完美了 就算它苏醒过来了 嘿嘿,也伤害不了我们 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回家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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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